我們先去看家拉太書五章十六節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眾肉體的情肉鳥 我示範一下如何用法揚神聖情查經法或講道法 如果單是看這個經文 就看了一個因由和後果 因由是什麼呢 有件事發生後後果就是順著聖靈而行 這件事引起一個後果就是不放到肉體的情肉 如果單純看這個經文就看到這件事 你可以說不太看到神的聖情 沒有明顯顯露出來 因為原文是在聖靈內行 生活在聖靈內就不放到肉體的情肉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法揚神聖情查經法或講道法 就是用整本聖經應用去想像或explore 去發揮去想想在這個經文顯露出神的聖情 這個聖情查經法的能力是什麼呢 就是它本身是聖結和光明和有改變人的能力 所以你想像神 這個動作並不能夠代表神的 就是它充滿愛、充滿聖結、光明和耐性去幫助人 它進入你裡面 然後它去到哪裡呢 那些人就會被他改變 如果有人被他做主 他就會改變 這個人就會見到犯罪的事 他就不歡喜了 他的肉體情肉想犯罪 他就不歡喜了 他就會喜好神的事 他喜好祝福人去行神的路 這就是神的聖情 就是他的聖結的美好 聖結能夠排除罪惡 而且他也有這種耐性 一個聖情就是他的聖結 第二就是他的耐性 和他改變人的那種心 就是說他有耐性去把人改變 本來是肉體情肉裡面的 他就會這種心想改變人 又有耐性 將每一個人不同的人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很快聽神的話 有些人一信主 立即聖結感動 他真的開始不說謊 不罵人 真的開始受了奉獻 有些人就會這樣 有些人等了好多年都不肯 有什麼搞錯 受了奉獻 有什麼搞錯 我搞錯 我玩開這些色情的遊戲 不行的 不玩不行的 打人的遊戲不玩不行的 即會被這些東西控制了 神就會有這種能力 有些人很快改變 有些人很慢改變 但神依然是逐步逐步將人改變的 我將這個聖經應用在日常生活裡面 日常生活就會顯出神的聖情 就是他的聖結 他的光明 他的改變人的心 和他的耐性 他都有這種改變人的能力 他有這個心不代表 我們也有改變人的心 但我們沒有這種能力 是神的能力 神真的有這種能力 將人改變 這個人活在聖靈裡面 他就可以 能夠不放弱肉體的情 所以這個 我們越欣賞 為何發揚神聖情 查經和講道 有什麼好處呢 就叫人說 哇 神真的好 這麼美麗 這麼聖結這麼光明 他又這樣改變我 想到神如何改變我 於是我就很歡喜 很歡迎神去改變我 神做功 我一定聽他說 我不會反抗神 這個就是當我們欣賞神的時候 就會覺得我們很有福 是經常有個最好的老師 在我裡面 而這個老師不是只有講字 他真的發出光輝神的聖結 在裡面將人改變 這個你明白的時候 就會更加喜歡神 感激神 也不會去抗拒神的感動 好了 至於去到如何呢 經文都說了 就是walk in the spirit 在聖靈裡面走 就是活在聖靈之中 活在聖靈之中如何呢 一聖靈透過神的話語作功 所以經常思想神的話語 去將神的話語應用在生命之中 甚至親近神 神就會能夠在我們生命中做功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都是聖經 和親近神 和亦都是容許聖靈做功 因為人可以抗拒聖靈 可以叫聖靈憂傷 我們不抗拒聖靈 又接受聖靈的感動 這樣就會改變 方法就是這樣 所以方法不只是順復一件事 順復是其中一件事 順復是必定是神做功 首先我們用看聖經、思想、神就做功 祈禱又神就做功 看聖經、思想、祈禱 就是打在門 聖靈可以進來 在我們身邊做功 然後過程我們如何做呢 它感動我們不要做什麼 我們聽到就聽話了 這是順復的 不過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聽話 我們又更加主動 英文有Active Learning Active Listening 是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學習就是這樣的 一邊教他 他就瞎瞎瞎睡 老師說 你聽到嗎 聽到 很勉強 但有些人Active Listening Active Learning 老師一做 為什麼老師你做的方法不同於我的呢 為什麼你解經不同於我的呢 為什麼你解經不同於我的呢 有什麼不同呢 立刻會主動地學習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主動地給聖靈工作 就很不同了 有些人 聖靈感動了他很多年之後 才聽話 但如果主動地說 讓我聽神的話 彈神的腦 即時得福 所以我一定 即時我就盡快去聽神的話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主動地給聖靈工作了 這樣就更加神的工作更加快 更加透徹了 OK 我先示範 如何用這個來發揚神的聖情 以及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我們一起去看神的聖靈工作